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去说 我们把这个东西说完成之后呢 那当前的这里面的后端 咱们就先写到这儿 写到这儿的话咱们来说问题 说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眼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了 咱们在这里面去采用的时候呢 让大家去有一个印象 什么叫印象呢 就是说你在进行查询的时候 这里面查询的这个条件的数目是不固定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采用这样新的方式了 所以这是第一点需要让大家去注意的 你可以利用 你可以去利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测试 然后呢接下来让大家看一下 那在这里面 我往这个列表里面 每次去添加的时候 你会发现往列表里添加的话 是原本我应该写在Filtor上的语句吧 对吧 那你说这个语句 这种表达式塞进去之后 应该塞进去的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或者说这种语句塞进去的话 是什么东西呢 你就比如说看这个东西 我们看哪个东西呢 看这个比较好理解 你这里面是相当于我要像语句里面 塞进去的意思 Pause AreaID 双等号 AreaID吧 那按照我们去理解的话 你说我最终往这个列表里面 塞进去的表达式 塞进去的什么东西啊 是TOO或者是FALSE吧 是不是这样意思呀 你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把它去停一下 然后呢 iPython一下 然后呢 就比如说按照我们所说的 我这里面先构建出来一个列表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open的往列表当中 我去添加一个表达式 添加一个什么表达式呢 就比如说 我现在先构建一个变量吧 比如说A等于E 然后呢 我放里面open的添加一个表达式 说什么东西呢 是A等于等于E 你说最终随到列表里面的什么数值啊 列表里面是不是应该是处啊 这是我们正常议题吧 所以之前的话 你在这地方怀有疑问 是不是就怀有在一团了 我最终往里面签的这个数据 跟我直接写在这里呢 能不能是一样的 是这样意思 就相当于你把这里面的语句放到这 按照我们的理解 应该C里面就是处跟FALSE吧 但真的是那种东西吗 它实际上是不是的 所以这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咱们怎么做呢 我就比如说 我从这里面呢 咱们把相对应的这个models引入过来 咱们从这个iHome 或者我在里面去 咱们在里面写一下吧 这有趣是的 从iHome里面的models 我引入一下import新 引入到新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还是构建了仿仿 刚才我构建一个列表 构建一个列表之后 接下来我往这个列表当中去追加语句了 我追加一个什么语句呢 就仿仿刚才我们所去说过的 比如说就是这个house area ID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就写了house这里面的area ID 然后呢我让它等于等于 比如说就等于1吧 这个最终出现一个变量值 等于这样方式 然后呢我让它进行追加 追加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列表当中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说的是一个expression 代表是表达式吧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它往里面追加的时候呢 并不是处跟false 而是真正的已经把这个东西 给你转换成一种circle语句的那种条件了 它是把这个条件给你吸进来 所以我们回过后来 在这里面进行新解的时候 也就相当于是把那个条件吸回来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直接吸血 是一样的道理 那有同学又有疑问了 说你在这个地方 这不就是一个最像的属性 跟双等号性判断吗 那最终怎么会变成一个表达式了 怎么应该变成一个表达式了 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说明的一个问题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在Python当中所看到的所有这样的双等号也好 看到的我们刚才在进行比较的时候 像这样的少一等于号或者大一等于号呢 实际上它都意味着是一个方法的执行 是一种魔法方法 是哪一种魔法方法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就比如说单独的就看这个表达式 我把这个表达式拿过来 house.area 是这样的东西吧 刚才他们推进双等号了 1 那它相当于执行的东西呢 相当于是说 把双等号的前面的东西当做一个对象 然后呢 调用这个对象当中会有一个魔法方法 哪个魔法方法呢 叫做双下发线EQ EQ就是EQ的一个缩解方式 双等号就等价于EQ方法的执行 所以就相当于是调用前面的对象 执行里面的EQ方法 然后呢把双等号后面的值给你传过来 也就相当于这句话 就变成了这个方法之形了 你再来看一下 这个方法返回什么东西呢 返回出来的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查询的表达式 所以会把这个方法的返回值 放到这里面来 这是关键点 所以你现在再来去理解一下 我们说了 这个house里面的area ID 是我们在定义模型类的时候 所给这个模型类里面 普通的这个area ID吧 它是普通的类型吗 不是吧 它是circle acronym当中 所去实现的这种类型 所以circle acronym 在实现这个类型的时候呢 它已经重新实现了eq方法 所以它所实现的eq方法呢 就不会再返回处跟fault 它只会返回表达式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当你对它进行双等号判断的时候 拿到的就是定义的eq方法的执行 也就是说拿到expression 这样就行 而我们之前刚才给大家刚刚介绍的 你拿一个普通的变量 再跟e经比较之后呢 这只是python里面实现的 自己实现的那种数据类型 python在去实现这种自己类型的时候呢 双等号队形也是意味着拿它的eq方法比较 只不过它自己实现的eq方法呢 只会返回处跟fault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就相当于你完全可以对一个对象 重新实现里面的eq方法 来去改变双等号判断的逻辑 说到这一点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也就相当于你是改变了这个对象里面的eq方法的 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 我先把这个地方给大家去截一下图 我们把这样的图截一下 然后呢 那咱们怎么看呢 比如说 我们就把这个对象给你拿过来 如何去查看这个对象里面的这样的所有提供的东西啊 dl吧 我们来看一下 dl按一下 在dl当中 你往上走 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相对应的 能不能看到这个eq呢 这都是去提供的 看一下这个就是eq方法吧 就是他把这个方法已经实现了 然后他相当于是重新实现了 你看一下这个ge代表什么 g代表的是great 也就是说是大于等于 然后呢 还有像这个这样那个great than dt 代表的是大于 还有一个le 代表是小于等于 lt代表是小于 所以呢 每一种表达式的运算操作符都意味着是对应一个对象的方法的调用 所以你完全可以改变这个方法来去改变它的默认行为 那你看一下 我就去定一个普通的变量a 这是一个整形吧 你再定一个dl 你看dl当中有没有对应的那个方法呢 你看一下这里面具有的东西吗 没有这个方法的话 它相当于就是调用的这个负类的object的那种默认的东西 因为我们说了 在拍子当中是不是像所有的东西都是对象的 所有东西都是对象 这个a像是整形 它也是一个整形类的一个对象 所以相当于是调用的一个东西了 这里面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的话 我们来去试一下看它一下能不能叫里面的杠杠eq的方法 比如说拿的1 它就相当于自证本身是没有的 直接是调用的这个负类的东西了 啊 什么 Python3怎么都看得出来的 哦对我现在Python2 老实忘了 我们在Python2当中呢 这个数据类型跟类还是没统一的 就相当于整形就是整形 然后呢 字一字连就是字典类型 在Python3当中 你像用到的int或者geek呢 它都变成类型的方式来信心的 又晕了 那就相当于你去构建一个对象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去给它补充的一个方法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自己给你去定一个这样的对象 object OBGCT 我给你定一个object 然后呢这里面呢 比如说我什么都不去写 就写一个杠杠EQ这方法 杠杠EQ方法的话 可以怎么去实验呢 它本身是一个对象方法 然后呢第二点 刚才我们说了 最终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要有一个人给它比较了 所以这个方法会有一个返回值 比如把它叫做other 是另外一个人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做东西了 刚才Circle Acme的话 它就相当于去实现力量的方法 然后呢返回的是那么一个表达式 我们在这里面 你想返回这么多东西 就返回这么多东西 比如说我带你们可以去写了 我就想让它跟写比较的时候呢 都返回处 那我就直接计算处 处得处之后的话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构建一个它的对象 构建一个对象之后的话 那我对于对象进行这个双等号跟一进行比较 那按照这单的理解的话 是不是肯定不等一啊 但是你看一下 我再去写的话是不是处啊 然后呢我让它跟谁比较 它永远返回都是处 原因就在于 这种方法呢 就调用的是里面的杠杠EQ方法 就相当于调用这种方法了 我EQ方法反处不定 它就反处不定 现在那么没意思了 好 这是关于见脸 那我把这点给大家去澄清之后的话 回过出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在这里面 再进行追加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呀 你就把表达式追加过来 它给你处理 然后呢最终也是把那东西 对象放到这儿了 对象放到这儿了